你知道我们停业一天 将面临着什么 将意味着 每天有十几万的 现金缺口 那你对我如何交代 报上的事情 说的是真的吗 确实有一位员工 卷入到这件事情当中 当时我看见他 已经把他马上转移了 他也确认没有人知道 后来又出现了偷拍 我把偷拍的东西 也给毁灭了 但是这件事情 没想到还没有结束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有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绝不可以掉以轻刑 虽说这件事情 是小伪惹的祸短 但是在后续上 你处事不利 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啊 我绝对有信心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不会输掉这一句 请给我点时间 我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至于你明天如何 将看自己的表现了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怎么样 我爸他有没有发表 有没有要赶我走 你有怕的时候啊 不管要赶你走 我也得走 不是 那怎么办呢 你不是说资料毁了就没事了吗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 也就你自己 婚托公司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郝一朵是我们酒店的员工 知道他身份的人 一定不是外人 那你意思是说 酒店里有内奸 没错 要不然何美清也不会这么淡定 可是我们酒店有几百号员工啊 我们怎么知道是谁干的 关小伟 这次你必须和我一起谈谈这件事情 要不然咱俩吃完兜着走 好吧 这次我听您指挥 你去保安部看看最近的录像 查一下相亲会当天 有多少我们的员工在场 对了 你和银行关系不是很好吗 去查一下我们员工 现在所有人最近的收支情况 这小子你部署得还真不错 我让银行和财务部的人都查了一遍 结果你猜怎么着 有个叫张晓冬的服务员 在相亲会那天 她的账户里莫名其妙多出了两万块 然后我又跑到了保安室看监控 结果她那天莫名其妙撬班了一次 你确定是她吗 把她抓过来想问两句 没想到这小子不惊吓 没两全就全都招了 没两全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这种人必须要狠狠教训她一顿 最讨厌这种赤里扒外的人 人哪 贼 别忘了 你们欺负完我爸就来欺负我 我跟你们没完 谁欺负你爸了 告诉我 也许我能帮你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 当时酒店建设的时候 我爸在工地上干活 他从楼上掉下来摔断了腰椎 你们不给他手术费 让他现在挤不了床 成了残废 你 你帮我 你怎么帮 真是太感谢了 真的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真的没想到 你能把我爸给弄进来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刚才院长说了 明天就安排你爸做手术 我们会请最好的医生来操刀 你放心吧 真的 那太好了 我做了对不起酒店的事 没想到 你们还帮我一个这么大的忙 那你是不是也得帮我们一个忙呢 行 没问题 什么忙都行 您说 那我就直说了 你出面承认 电视台女记者的录像带 是你销毁的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说了也没人信呢 你就说 明光集团的何美琴 想抹黑我们酒店 所以让你这么干 世线之后 他会给你一大笔钱 那他们以后 肯定不会放过我呀 那要不 先请你爸出院吧 别别别别 管经理 求求你了 千万别让我爸做不上手术 求求你 刘经理 求求你 求求你 那好 明天我们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你按照我做的做 失试之后 还会有你的好处 好 只要我爸能做手术 我什么都答应你们 那我们先走了 祝你爸早日康复啊 你们慢走 慢走 谢谢 谢谢 既然 说实话 我们酒店也是受害者 我们不仅没有收 任何的场地费 还影响到了 我们酒店的评估 更重要的是 影响了我们酒店的 正面的形象 对此 我甚表迁移 事情恐怕 没这么简单吧 荆州酒店 到底有没有参与 甚至组织策划 这次黑中介的活动 这里有一位 荆州酒店的服务员 他可以勇敢地站出来 告诉大家事实真相 大家好 我是荆州酒店服务生 张晓冬 当时我就在现场 为几十位老总和家力服务 晓冬 你现在告诉在场 所有的人 所谓的家力当中 有没有荆州酒店的服务员 还有 荆州酒店 到底有没有参与这场 伤风败俗的假相亲活动 那天 除了像我这样的服务员之外 还真没有我们酒店的人参与 对 你明明说那天不是有一个 叫郝一朵的服务员 郝一朵的确是我们酒店的服务员 可他并没有参与啊 受害人之意 广夏集团的何总 现在就在现场 他能证明当时郝一朵在场 这些不许是 有一个 那天 女孩儿我确实是见了不少 不过叫郝一朵的呢 我没听说过 不好意思 我不记得 这位先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您应该就是 应该是鸣光集团董事长助理 柳行川先生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带着我们酒店的员工 来到这里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不起 各位 我要很抱歉地 向大家承认一件事情 电视台苏子彤记者的录像带 是我趁他用餐不备时 偷偷拿走的 听说书记者 拍摄到你们酒店 参与布法相亲活动的证据 你怎么作为 是为了包庇你们酒店吗 恰恰相反 是为了抹黑我们酒店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传说 我们酒店也有工作人员 去参加婚托 但苏记者的录像带 能证实这是不实的传闻 为了抹黑我们酒店 有人花钱 让我偷走录像带 以造成掩盖酒店的假象 那你可以透露一下 是谁让你这样做的吗 正是我面前这位先生 鸣光集团柳行川先生 你这血口喷人 你这血口喷人 我有证据 这是鸣光集团 给我的银行转账单据 我们很遗憾 行业中有这样恶性的竞争 不惜利用媒体 抄作媒体 鸣光集团竟然还编出 女记者为棒富二代 销毁新闻带 婚姻诈骗案 荆州大酒店巧脱罪 这样不实的新闻 他们是想阻止我们酒店测评 我想 做出这样的行为的人 那心里也要很清楚 是吗 何先生 是 对对对 你不要挑拨我跟子彤的关系 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敢做敢到 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牺牲一个 无辜的女记者的名誉 你这种行为 我还你人品 让我眼睛 您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我想 你们自己做的事情 你心里最清楚 好 好 快等会儿 回去再说吧 有些事情吧 事事可以做到的情 有些东西 它是没有做到的 这么多的 所以西洋媒体 相信我们酒店 刚的事办得太棒了 你干把老女人气了啊 还是董事长气到一口 但 你有病吧 刘星辰我跟你说 咱们俩都是各位其主 你为什么要说伤害子彤的话 那你为什么伤害子彤呢 是谁拿带子谁心里清楚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我懒得搭理你 姓刘的 我警告你啊 你别太嚣张了 趁我没发火之前 赶紧跟老女人跟我滚蛋 咱们走着瞧 你 你不停地 你自己夠了 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什么 你不停地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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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